就像我對你的記憶 今天的事情 謝謝你 沒必要謝我 自從我遇到你以後就麻煩不斷 我都習慣了 但從來沒有人像你這樣 我哪樣 以前我一直以為 你是一個平凡又不漂亮 粗魯又沒禮貌的人 你說 你有什麼可吸引人的地方 你大晚上不睡覺跑來這裡 就是為了損我一頓事嗎 你也太閑了吧 善總經理 但是我每時每刻都在想著你 你受人欺負了 我就把那人打了一頓 你當別人的女伴 可我偏偏讓你當服務員 我這是人生第一次感到了 什麼是嫉妒和戰有欲 你說 像你這樣的人 到底有什麼樣的魅力 去改變一個人的內心呢 我從小不喜歡被人影響 討厭影響到我的人 所以我討厭你走進我的世界 妨礙我的思想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你到底怎樣才能不再左右我的人生 到底怎樣才能不再讓我一直想著你 童豪跟葉千宇的故事已經過去了 如果我現在打擾到了你的生活 那我道歉 我會消失 葉千宇 我到現在才懂得什麼是愛情 什麼是痛苦 我也終於相信你所說的 童豪的一切都是真的 其實你戴上戒著摘不下來的那一刻 命運就暗示了我 也千宇跟山君好 是兩個世界的人 我不在意 能給我一次機會嗎 你知道嗎 當童豪離開的時候 我多希望你能說出這樣的話 但是你沒有 而現在 我們都已經有了各自的生活 我也在慢慢地嘗試忘記 就這樣各走各的路 不好嗎 不好 我不允許 今天在宴會上 當我和我媽被那麼多人看的時候 我就意識到了我跟你的差距 如果我們非要選擇在一起的話 那一定會傷害到很多很多的人 包括你 所以 今天發生的所有事情 我都會當作沒有發生過 發生的都已經發生了 為什麼要當作沒有發生過 我愛的人 是童豪 童豪就是山君好 你對山君好 真的一點都沒有動過心嗎 如果沒有動過心 那你為什麼還要把這個戒指一直戴在身上 你 太好了 你還是知道 誰會還是別的 有用嗎 你很好 我一直都會這樣 我只能把這個棄 我又不正式 你需要將它 我怕它 你不能這樣 我怕它 我只是 Isabella 就像我对你的记忆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为什么这么做